现在整个程序都已经完成了 在这节课程中 米乐熊遇到了迷宫 那迷宫是什么呢 如何走出迷宫呢 现在熊博士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吧 迷宫 迷宫就是充满复杂通道 很难找到从其内部到达入口 或者从入口大达中心的道路 道路复杂难辨 人进去不容易出来的建筑物 如何走出迷宫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记住三个条件就可以了 第一条进入迷宫后 可以任选一条道路往前走 第二条如果遇到走不通的死胡同 就马上返回 并在该路口做个记号 第三条如果遇到了岔路口 观察一下是否还有没有走过的通道 有就任选一条通道往前走 没有就顺着原路返回原来的岔路口 并做个记号 然后就重复第二条和第三条的所有走法 直到找到出口为止 如果要把迷宫所有的地方都搜查到 还要加上一条 就是凡是没有做记号的通道 都要走一遍